在英國貿易之後就可以在英國職業 或者如果你不在英國職業回來香港 在香港的制度也是 就是你拿著英國貿易的身份 都可以回來直接貿易在香港 是 那你回來之後你是在英國工作還是香港工作? 我就在香港工作 主要都是 初初回來就在聯鎖的銀行 很大間WC 那時候也很流行嗎? 是的 即是你第一代了 又不算是第一代 還有一些早些 那時候可能藥劑業的發展就沒有現在那麼好 就是聯鎖的銀行那時候只有一個大的聯鎖 我們回到來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間阿成哥那間公司請人 我們就第一時間就去做了 嗯 那當然我有些同學就是進入了這段國家 那我就大部分時間 但是我開始的時候就在聯鎖的銀行那裡 然後也試過做一些零售的銀行那裡 也做過藥廠 所以我也是在香港做的 那我就去了中文鎖的銀行那裡 是 那在銀行那裡 其實主要都是做一些福庵 或者是一些痛症聚 是 那我就沒有進入了醫管公司 那我就沒有進入了醫管公司 那我就沒有進入醫管公司 都沒有進入醫管公司 都是喜歡自己去 應該這樣說 因為醫管公司的症 就比較多痛症 如果是醫管公司的話 那我基本上都是接觸這類的病 那我對這方面的情緒都會大一點 那其實我自我所知 就是你也是會 就是clinical也會 服醫前不同的痛症 那另外你也會有 那些負責老人的服務 沒錯 那是服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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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那一年 我就在那裡做了 那從之後到現在 我會有很多範疇的工作 有些上門服務 有些安老人社 有些殘疾學校 或者有問題的小朋友 這些服庵的工作 然後也有做定期的工作 那你說主於老人的服務 那就會上門和安老人的 那些地方會有一點 那老人方面 其實主要幫他們做些什麼 老人家其實通常都是怕他們接觸 或者是可能到他們沒什麼自理 那時候 就幫他們拉筋 被動運動 被動式 那如果他們做到主動 那當然是想他們做到主動 那我們每人都會有機會 去到最後 那時候不能夠主動 那時候都要靠我們去幫忙 好的 那也有 Wilson會在這裏做嘉賓 都會說一些不同的訊息 那你繼續留意我們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拜拜